那這種車其實很多人買回去都是做那種 貼牌在玩的 貼牌是什麼意思 貼牌能講嗎 正能講嗎 喂 警察叔叔嗎 警察叔叔嗎 就是他 我沒有喔 我沒有在做這種事喔 就是夢到了 夢到會有些人會做這樣的事情 對對對 就不小心夢到了 突然有這個想法 哦哦哦 對對對 OK 歡迎來到中古車子羅草 我們現在來到台北 台北車站 我們現在來估車 估一台沒有買過的 也不知道什麼買的車 你知道什麼車嗎 我不知道什麼車耶 你 我一進 我一打卡 然後我就被挖來台北 哦 我們等一下看著這台車呢 它新車定價是 四百三十幾萬 四百多萬的車子 然後它這個就是 引擎蓋凸凸的 然後有爆龜 然後它是五個門的 帶了一顆V8的引擎 覺得是什麼車 V8 對 V8 四百多萬買的到V8 A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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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要估的是 C63旅行室的 它這個是 S204的車款 就是旅行室的 W204 那這一台呢 它是 2010年的 C63 目前的公里數大概是 十二萬多 它是灰色的 那前車主呢 它又選了一個 白內裝 因為你看到的 椅子那些都是白色的 我不知道這好不好賣 然後它說它 肉油那些都已經 整理好 那我們還是 以看車為主 那 目前的收購價格 正常的話 大約都在 四五十萬那邊 好不好 我現在等客人來載我 等一下到現場 帶你們看一下 我也沒看過的C63 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到 C63的正前方 帥呢 先看車況 看完車況再來分享一下 來 來 來 你來嗎 拍到嗎 拍到嗎 這個有拆嗎 這個有拆 對 那基本上這個 看裡面顏色應該是換的 這個都是 後面再塗得起 欸 What What 欸不要轉 不要拆人家的螺絲 不是 欸我用手 用手轉就轉得開了 這個是換過的 換了一片引擎蓋 哎呀 支架都沒上到 你是不是每次在看車都恨不得把頭塞進你群市裡 蛤 塞進去比較清楚 這個也換 葉子板也換掉了 這個又換了 對啊 完蛋 完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是变速箱 episode 5 说话单位 那我就跟他讲 他说他都在这边的动作 呢 就看你 7.7啦 而他可以接收多少 我知道 我刚才有跟他讲 我刚才有跟他讲说 有拆过一定会有拆 对啊 然后肉油 如果今天是四缸的車漏油 我就覺得那個好處理 老闆怎麼說 我覺得他如果要賣 可能還會再拿幾萬塊清他的代表 頭好痛 C63收到了 我先說一下這台C63有什麼問題 引擎蓋呢換過 左前頁呢換過 然後呢 他跟我說肉油花完 然後看了一下公斷 他只有花變數箱肉油 以前肉油沒有花 這個就是做半套的概念 做半套的概念 然後呢 目前現在開起來是蠻OK的啦 那其實因為剛剛我們都在手忙腳亂 因為他的水磅部有點在滲水 所以呢 我們剛剛要跟客人回去 他開了那個汽車門的時候 有亮了那個要添加水 就是水位不夠 我們又跑去買了洗香精 然後現在是正常的啊 現在開起來都還蠻OK的 等一下就不知道了 好 他現在目前的公里數呢 是十二萬一千多 這樣算跑多嗎 2010年的車子應該還好 這個車呢 會買這個車 大多都是我想要的是正六三 那種B8NA自然進行輪感 對 冷靜一下 你有考慮拍攝者的感受嗎 很好聽耶 這個V8的 我覺得不錯啊 這個車 新車 其實也剩沒多少錢 新車四百多萬 現在可以打幾折 大概一折多 一折是多少 大概要四十幾萬吧 買應該要 有大概一折多 應該一點多折 大概不會到兩折 兩折應該不會到 那這種車其實 很多人買回去都是做那種 貼牌在玩 貼牌是什麼意思 貼牌能講嗎 正能講嗎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 那貼牌呢 就是 比如說我一台C63 Wagon 然後我再找一台C180 Wagon 然後我就把那個C180的牌 掛到C63上面開 然後驗車的時候 就開C180的驗車 你是花1.8 1.6的睡覺 去開對線三車 喂 警察叔叔嗎 警察叔叔嗎 就是他 我沒有 我沒有在做這種事 就是夢到了 夢到會 有些人會做這樣的事情 對對對 就不小心夢到了 突然有這個想法 對對對 做夢 做夢不違法吧 不違法啦 對不對 那這台車呢 目前 它需要準備的地方 就是水泡浮 然後 然後 有點 聲音落油 然後 再來就是 外觀上一些整 內裝它也要整理 內裝的話就是 比較常在使用的按鍵 因為這個都是 小小線的環保材質 所以久了 就會有點拖起來 那基本上 我目前這樣開起來 因為它這台有改避震器 那開起來的話 不會說 讓你非常不舒服還是怎麼樣 就是輕微的不舒服 嗯 各位觀眾就看鏡頭 就大概知道 它的平衡器所舒服 哈哈哈哈 可是 坦白說 它如果再速度稍微 快一點 它其實還不錯 那開這個車 就是要讓人家看什麼 凸凸的引擎蓋 爆龜的葉子板 對不對 棒的好不好 然後儀表 你看 AMG 6.3V爆 覺得 滿不錯的 重點 重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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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北我們 這個那麼大排量的車 也不知道賣不賣得掉 啊 到底 要兇那麼多東西 我們到底收多少 賣不賣得掉 我覺得其次的 因為第一 第一個是我們沒有摸過這種車 我們就摸摸看 第一次做 有賺有賠 會賠是正常的 搞不好也有人就是 對這種車就是 我可能就玩個幾 幾個月 一年兩年它就賣掉 這有點像玩具 應該說 如果我們賺不到錢 最大的原因應該就是 修包 那一台車收進來 要修十幾二十萬 對 還要等材料什麼的 那些 我們要抨擊那些酸民 說我們車商很好賺 一台車多賺十幾萬 殊不知修車就花六七萬 沒錯 尤其是這種車 你不要看它自然進氣 它要壞也是很恐怖的 好了 那我們這台呢 C63 我們講一下它的通病好不好 就是 它的通病就是跟 204的一些通病 就是夫人種 然後氣門 氣門的那個 的一個 人員的一個東西 然後會有 如果有那種 焦瓦箱 大聲那一種 就是 差不多壞 為什麼那個叫焦瓦箱 那個師傅說焦瓦箱 我就覺得 喔焦瓦箱 希望這個車 不要讓我學到太多金錢 哈哈哈哈 所以 重點是 重點是 我們的收購價 重點是 你還沒講 好啦 我們這台車的 最終 收購價格 所以 39萬 這麼低 這麼低 送你好不好 你先繳今年度的水性給我 8萬多塊 8萬多塊 對 8萬多塊 那人加一加就要40 40塊50了 那我們預計今年的維修 那個 預計的維修金額是 大概抓 4、5萬 一個流油 一個水泵 一個水泵 可以開到2、3萬 應該算了 好不好 好啦 那我們 這支 C63 維俯的影片 就先到這邊 好啦 那如果有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給我們的頻道 連開小鈴鐺 好啦 如果你想知道你車子的價格 建議這檔 公開 我們有時間就會馬上回復 好啦 好啦 那如果說 你在台北三重有想要 汽車美容的 觀眾man 因為這個客人是做汽車美容的 那希望我幫他引誡一下 對 那如果說你們想要在台北 有做汽車美容的話 一樣失去我們官方LINE 我會直接把LINE丟給你 因為我有點 忘記他的LINE 抱歉 很抱歉 好啦 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會去吃飯 然後去顧下一台車子啦 大家下次見 掰掰